各位大家午安 还有几位语谈人 这一场主题是台湾网路交换中心的议题跟挑战 我是NIA执行长 下面几位语谈人 我大概先简单过时一下 第一位是我们称国龙称处长 谢谢欢迎 第二位是中华电信的网记处的处长 还有接下来是病例科技的总经理白总经理 接下来是释放电信的协理 我跟各位先报告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语谈人跟背景 其中有一块是抗电业者 我们本来有邀请国内的抗电者 可是他后来没办法出席 另外就是有一些 像白总经理是 可能是代表 一点CDM背景 那有一点ciple society 就是公民社群 其实 那我看下一页 我今天把这个背景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 因为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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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换中心 其实蛮重要的 可是因为比较专业 那原来想说可能 有些人 对这个东西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 有感觉 你就是你的ISP 你的ISP 提供你什么样的 你网路断掉了 或者网路很慢 到底什么原因 其实这个交换中心 是办法 是办法 非常重要关键的角色 所以那个像上网里面的有一些 这个 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这个 安全性 持延迟 或上网成本 这些东西都跟 跟这个交换中心很密切关系 那那个 我们国内的 ISP之外 这个交换中心是不是健全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像我们现在目前 比如说你这个 有些 放在哪个地方 比如说你现在目前 像我今天早上起来 那个 演讲的那个 那个 Pol Wilson 就是那个 那个 他那个 有个MP4 210Mb 放在Dropbox里面 不是 Kenny放在Dropbox里面 我还抓 结果其实抓了半天抓不下来 Dropbox 我不晓得 我家是用那个Cable Cable到Dropbox Cable到Dropbox 我看 我们家是 60Mb 30Mb 怎么跑那么慢 整个Internet Connection 那个路径 其实是有 对这个影响 非常非常巨大 就 Content要摆在哪边 其实是对我们 非常有影响 然后我们国内的Content 我们国内的Content 跟国外的Content 国外的Content 可能摆在国外 对不对 像这个议题 其实蛮重要的 所以今天 在主要是讲这个 这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其实是 那个像处长在这边 他们算是NC 算是国内的主管单位 还有 还有中华电信跟四方 另外还有两大 我等下大概讲一下 那目前大概 我们国内其实 这个Internet的整个 态势 我把这个概括 跟很摘要的跟大家讲一下 固网 中华 固网的部分 中华大概客户是74.6% 固网 行动的部分 大概三家 三家 三大 中华电信 台湾大 远传 还有亚太跟 跟台湾之星 所以这个37 25 25左右 那亚太大概6% 还是6点多 然后另外 最近这两天 他们两家在吵架 就要吵第四 对不对 之类的 那有线电视的部分 有线电视的部分 其实是有线电视 我们只要看这个有线 宽频上网 就是说 有线宽频上网 的这个部分 也是蛮重要的 infrastructure 过往 行动 有线电视 还有海南 对不对 海南 这个是几个非常重要 那我们的海南 其实是 是长得像这样 从四个地方 然后出去 到 跟国外 在一起这样子 那这个海南 当然是 听说 听说中华 投资 其他两家好像不太投资 什么之类的 还有这个像 環岛的光纤 像这些东西 其实是非常的花钱 真正的基础建设 那那个 海南本身 其实像 Google本身也有 Google本身也有 还有Facebook 自己都有海南 然后那个 等于是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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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岛内所有跟外面的 inter condition 这边做的 所以 固网行动 固网行动 还有 Cable 海南 其实还有一个 卫星 对不对 卫星的capacity 可能比较有限 然后那个 交换中心现在目前 大概情况是这样子 国外现在目前 我们国内现在 大概有 大概有八十几家 比较Active的ISP 大概八十几家 比较Active的ISP 然后有几个交换中心 有连到国内跟国外这样子 那这个 这些 这些频宽 那交换中心号称有四个 可是因为 这个 TLNAP 已经不在了 已经 已经几乎消失了 另外就是EBX 雅太电视现在 目前大概也没有余力 雅太电视现在 目前大概就是要先 survive 他要 先不亏钱 赚钱 不亏钱这样 另外其实主要是 TPX 跟TLX 这两家 那有国外频宽 有国内频宽 大概有十几个国家 我们连到国外十几个国家 大概这样的 Connection Internet大概是这样的 Connection 可是 真正的频宽 真正的频宽 其实是 比如说 这是中华电信 然后这是远传 对不对 这是台湾大 然后有两个交换中心 然后怎么样连到国外去 这样子 那比如说假设你是 台湾大的user 就在这里 然后怎么样 康电摆在哪边 然后怎么连上去 这整个Connection 如果健康发展 跟有效率发展 的话 其实对我们国内的影响 是非常大 可是 我们 Internet 在台湾发展 二、三十年来 今天长得像这样子 长得像这样子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限制 像中华电信独大 像这样子的议题 也是承担很多建设者 也有很多的user 这样子 然后那个 固网现在目前中华电信独大 可是 行动已经不是了 行动大概已经 平衡了 可是 固网的交通流量 固网的internet traffic 还是 比如说一个subscriber 固网的subscriber 跟一个行动的subscriber 对网路流量的量 来讲的话 固网还是远远大于行动 当然未来5G之后 可能就会不一样的发展 例像这样子 这个我大概讲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今天讨论的议题 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说那个 因为从那个 iXp 现在我们有 两家两三家 第四家不见了 那怎么样 怎么样子 因为那个有很多的content 业者 比如说你今天 Facebook 你今天在用Facebook 那我们流量 是不是通通跑到国外去 还是说Facebook 或者是有落地落到中华 对不对 有落地落到四方 对不对 有落地落到远传 对不对 像这些东西 其实对我们国内来讲 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那大的iXp 大的iXp 是这样子 要落地 对不对 大iXp要落地 另外就是小的iXp 我们国内 国内业者的iXp 就是 康内业者 康内业者 康内业者如果说去中华 或者去 去四方 或去台湾大 可能花的钱就很大 对不对 很多啊 如果有互联的环境的话 它那个康内业者的cost 就会比较减缓一点 就对了 它就比较能够 所以这个是一个议题 另外就是说 怎么样子 台湾未来这个交换中心 中华 台湾大跟远传 三大业者 怎么样子 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环境 发展 那第四个 第三个就是 我们有一些东西是社群 能够自我规范的 有一些是最后这个政府角色 怎么样能够push一下 我我我我我现在把这个 Roughly 就是我们 这样子做个开场 等一下那个 我们今天只有一个小时时间 所以鲁瑶你的投影片比较多 所以我们请 我们 请您那个 然后我们接下来请那个 郭处长这边 那那个白 白总这边等一下 我们最后请处长再来讲一下 然后我们等一下开放 问题有点时间给大家能够 对话交流一下 好不好 那我们是不是请鲁先来先 鲁协理来先报告 谢谢 谢谢 各位好 那那个 蛮荣幸的在各位长官面前 我第一个先先报告 那那个我的简报虽然多 但是 如果时间那个 例如10分钟超过的话 也请提醒我一下 我会讲办法尽量的加速 加速 好那那个 针对今天的议题呢 我可能先稍微 让大家很快看一下 不过是网路上有 所以我就跳过 好那我想要谈的议题 其实因为就像 刚刚Vincent讲的蛮多的 所以呢 我首先会定义 这个peering跟transit 就是我是根据 国际上的一些Wikipedia 或是国际上的一些 研讨会的资料 来 来找出来的 然后大家可能也可能 比较记住一点就是 public peering跟private peering 那为什么要peering 什么是交换中心 交换中心 它跟 它里面的open 的peering policy 跟selective的peering policy 是什么 还有提到peeringDB 那 还有FCC的 这个 open internet的 法案 好 最后就是 我看台湾的 iX的 状况 那从ISP来看 internet 其实很简单 internet就是 对ISP来说 对user来说是不同角度 从ISP来看 就是不同形态 跟大小ISP 互相串联 终端使用者的设备而成的 那这些ISP 如果不互相串联的话 全世界是有 初万个ASN 是无法互通的 所以ISP 会透过peering 或是购买transit 这两种模式 让这些ISP 可以互相连到 就所谓的第三方 的ISP去 所以ISP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要建置多个网路节点 然后建置多重的骨干网路 因为怕中断 那建置多重的网路连线 就是internet连线 透过peering 或transit方式 然后透过ISP呢 这就带到今天的主题 ISP可以取得一些免费的peering 然后透过付费来取得 未止点的那些transit peering 也就是transit的话 因为你要带到别人的网路 肯定要付费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架构 ISP A跟B 可以直接 在某个 这个平台上 透过一个ISP 或是透过Private Peering 直接联系 那但是他如果要透过到 那个到ISP C的话 可能就得要透过一个 Batbone Provider 做Direct Peering 或是一个transit Provider 帮他把他的网路 带到对方去 也把对方网路带回来 那这就是 我们在看到 这个国际上的资料 在transit跟Peering的比较 那transit 当然就是通常都要付费 因为你要把别人的资源 带给你 然后你要把你的东西 带给别人 那当然要付费 那Peering在国际上定义上通常是免费 就是Settlement Free 那因为他是只提供什么 双方网内的资源互换 不包含transit到上游的网路 所以这个 这个是国际上Peering架构 那这就带到一个议题 就在最下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我们大家都是 可能也是user 也是player 也是政府 我们大家在看这个traffic的时候 到底是content的traffic重要 还是eyeboardtraffic重要 谁比较需要谁 我想大家可以先想想看 到底谁比较重要 那我们要不要对这两种流量 有不同的方式 谁该付费的给谁 所以最后呢 我就回归到 我们在国际上会议的时候 那些参与会议的Peering Manager 或ISP 他们的最主要目标是什么 那目标就是要cost down 那当然刚刚讲过 transit要负担的成本 像例如ISP 一般要负担电路 去跟他的transit provider去买 所以那个电路市 其实是 就像是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一样 自己要付的 那流量也是百流量来计费 每多一个上游 都需要一个同样的付出 好 那Peering要负担成本呢 就不太一样 一般的国际上合理的Peering 是ISP平均分摊 那个Peering費用 如果是private Peering的话 那如果是public Peering的话 是各自提供 到那个public Peering的点 的电路成本 那一般来说 也不需要按照流量计费 就是通过通常都是一个po fee po charge 那所以相对来说 不是绝对 成本低廉模式公平 那但这要比较 这就是Peering Manager的工作 他去比较 那我们再看这个Peering的话 国际上的Peering是有两种 一个是叫public Peering 刚刚我提到 另外一个是private Peering 那我用红字就是 直接把它重点提出来 在public Peering部分 是透过Rx可以分担 那个实体连线费用 所以可以极大化单位成本效应 那private Peering呢 其实通常都是在流量大时才使用 因为private Peering 这件事情 就是我跟你互相连线 我要在哪里发生呢 其实是哪里都可以发生 我可以拉你家去 你可以拉我家去 所以我们透过第三方也可以做private Peering 所以国际上也一般也称为private interconnection 因为外界从第三方是无从得知 它到底是Peering还是Transing 但要付费还是不付费 其实不知道 所以在Peering Manager的角度来看 通常我跟你流量够大 我才做那个private Peering 那如果通常比较小的话 就透过public Peering来搞定 所以呢,第二个remark 就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private Peering不是透过IX设施 而是双方直接连线 一般在国际上的IX流量是 不会计算的 这只是给大家参考 当然 就是大家可以有各自的定义 那第三个就是 为什么要Peering呢 就刚刚提到 Transity的单价 其实 那个 一般来说单价是会 是会降低啦 对,抱歉 那个应该是随的流量降低 但是成体的Transity的 费用却是不断的翻身 为什么,因为流量的成长 赶不上那个降价的变化 所以大家要负担的 通常透过Transity的成本 会越来越高 所以呢,一般的国际上的网路 都会透过Peering 来极大化这个Peering 来降低Transity的成本 好,这可能让大家也知道 我们的ISP在想什么在做什么 或是国际上的 这些content他们在搞什么 所以呢,Peering的五大用意 除了降低Transity的成本以外 还有就是End User的Experience 会比较好 因为Peering 就是我的ASN 对你的ASN 是直接的连线 所以从而呢 可以降低Latency 而且改善User的Experience 那ISP呢 又可以用透过策略调整 去对特别的Performance 来规划不同路由 所以这也是Peering的好处 然后Traffic Billing呢 也是Usage Based 就是如果当一般的消费者 是使用这个流量计费的时候 就会对品质经济教 那我刚刚 正好Vincent提到这个问题 我想现场来说一下survey 不知道 第一个我先问Vincent 您今天早上download 这个从DropBot 装露下来 结果很慢的时候 您有没有打电话 到你的Cable Provider去complain 好 那我在现场问一下各位 各位如果开一个网站 无论是视频 或是一个国内网站 也好 如果你开了一半 卡卡的 你是会转到另外一个网站去看呢 然后把它关掉呢 还是你会打电话到ISB去complain 会complain的 请举手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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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大部分人都不会 但国外不是这样喔 为什么 因为国外的user 他对于 这个 这个一般的使用呢 都是采用流量 风暴在计费 所以他会斤斤计较 我付你的这个钱 为什么我的performance bar 但是我们台湾不是这样 一般都吃到飽 那我就不要去confirm 反正有别的source 但各位有没有想过 那这样的话 我的user opinion是不是被我ISB可以掌握呢 那如果他有preference 他有什么样的 那我的利益在哪里呢 好 那最后就是 国内网站还有说 越多的peering 其实是可以帮ISB赚钱的 因为 实际上的 专家 就是流量大的人 其实几乎都是专家 他们呢 都会去关心 这个ISB 他对于 这个peering的 数量有多寡 因为这直接影响到品质 所以ISB可以用这个peering很多来去做marketing 来帮他来赚 吸引更多客户来赚钱 好 那我们再回到什么是交换中心 不好意思 因为讲很快 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 待会再问 先讲完 那个什么是交换中心 交换中心在wikipedia上面 就是一个提供ISB跟ICP 交换流量的实体设施 也就是要透过这个实体设施来交换流量 才是交换中心的主要的目的 然后也可以透过节省这个 就是刚刚讲的 其实transit的部分 还有这个performance 会员数路由数 所以这就是ISB呢 展现这个 我们现在 就常常在讲的 数位经济网路效应的一个特色 是从ISB上面就可以 IXP上面就可以充分展现 好 那我们为什么要需要IX 其实大家 大家可能 这看图就很 就知道 抱歉 就很有感觉了 我们有两台设备化 两台一线连 三台三线连 请问这么多台的时候 大家怎么连 好 所以透过IX连 好 这样就搞定了 大家连到IX 所以这是一个 aggregate的效应 各个ISB只要一条线 当然实体上 如果你流量这条线 满了 你可能要再加线 但基本上你就是 可以大大的简化 网路的架构 那简化网路架构 剪低的成本以后 其实理论上是可以 回馈给消费者 但有没有回馈呢 这个就 看大家见仁见智 好 那我们再看国际上IXP IXP在这个国际上的角色 其实也是 办一个很重要的中心角色 因为呢 他是Tier1 Tier2 跟甚至Tier3 网路之间的一个交换的中间 的 的一个平台 好 所以呢 他的角色 我们再看一下 Private Peer 因为使用于少数 跟大量连线 所以越多的Private Peer 理论上的成本 是越高的 那IXP才是 才会是可长可久的方案 这也是为什么 国际上IXP呢 比较热门的地方 就是发展的非常迅速 然后连线到IXP的成本呢 其实就是 他说的万万万 其实当然我刚刚讲 实际上不是真的只有万 但是是相对来说 是少很多 好 跟自己要做Private Peer 少很多 那一般的IXP呢 可能会Charge 年费 会员费 但大部分是只收Port Charge 那最应该加入IX的对象呢 就各位不知道 那个 就是有没有 有没有在场也有加入 就是呢 ISP Provider Region Access ISP 就是提供终端的 或是Regional ISP ICP CDN 还有Global ISP 因为大家都是要在这边做交换 才可以节省他的成本 改善他的Performance 那怎么样挑选一个IXP呢 各位可能 就是 大家想说 啊 这个IX好像离我很远 但是呢 IXP呢 其实 真是影响大家 因为他的会员数 很多人看会员数 会员数准不准呢 其实不见得准 除了你看到他的会员数 他加入以后 还要看他 在这个IXP裡面 能够取得多少路由 那这些路由 很多 还要考虑什么 你跟我有没有什么关系 我的网路 或是我的内容 如果没有到你的 这个 我对上路由的话 那其实加入这个IXP 就不见得是有益处 所以这些通通都要考虑 考虑完之后呢 还要考虑成本 Porture成本 跳线成本 COLO成本 除非是已经COLO在某个 这个ITC 或是IX的 facility内的话 那可能可以 就不用额外再计算 额外的COLO成本 那连线到 这个IX的成本 大家也要考虑 那这个成本 还有线路的选择性 也要考虑 那不要忘了 我刚刚提到 Peering 应该是双方各自负单 这个电路 这才是符合公平 那还有其他配套的成本 remote hand 或其他服务成本 那还有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条件 台湾爱 很喜欢设置一些 有的没有的条件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是逐步开始取消了 这也是看到 比较回应到 符合国际的潮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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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很快 那open 跟selectic 就刚刚讲的 就加入IX的人 自己要想一想 你要采取open open的policy 就是我跟各方 都是可以互联 還是我要selectic 我要选择性的 因为这会影响 网路的performance 就是很重要 所以呢 在IX裡面 一般都是 没有分private跟peer 一般都是分open跟selectic 我这边会 后面会举例 然后这个部分呢 那个 大家可能后续 可以再上网看 就是IX有一些 这个 误入歧途IX 这是国际上的举例 还有过多IX 好不好呢 大家也想想看 我们IX 理论上 是要简化网路环境 如果过多IX 那是不是背道而驰 所以大家要想想看 那总之IX 就是不能跟他的客戶竞争 然后也不能够 不能够去 其他也不是个赚钱的争议 因为他是一个平台而已 好 那这个peer in db 因为在国际上 会议上很重要 所以让大家带一下 这是我们像例如 不好意思 那个打广告 TPX的在peer in db上面的资料 那像例如我举个Facebook Facebook他在那个 他的peer in policy 就是selective 在左下方 然后他在台湾 有的PPX也有连 然后Google Google就是相反 他是 不是相反 他是采取另外一个 是open的态度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各位的网路 或是各位的 有没有在printing db上注册呢 因为很多的国际的 的业者 其实是写了程式 直接在printing db上抓资料 所以如果有的话 就自动 可以跟他做那个连线 好 那这是FCE的law 那FCE law 其实 这又是另外一个 但是这个呢 这open internet呢 其实是跟我们整个ix是 还有internet 网路是息息相关的 好 美国呢 就是透过这个法令 no blocking no throttling no pay prioritization 好 然后甚至还有就是 他另外有两个原则 来达到这个所谓的open internet的 的那个环境 那这在欧巴尔实在通过 但川普上台想要 想要把他干掉 为什么 好 因为这个 这个利益结合 我猜啦 我猜啦 这个不要 不要那个CIA不要来找我 所以呢 消费者理论上 no blocking 应该可以 拜访所有的合法的目的地 好 不得阻挡 那throttling 就是其实 如果你用一些 一些手段 来降低这个合法内容的 网路品质的话 其实跟阻挡是一样的 但大家有没有感觉呢 可能不知道 那反正就换一个网站看 反正那么多 那付费优先呢 如果因为收了费 或是收费高低 而有不同的 优先顺序呢 那这样 大家使用content的 的那个利益 是不是也受损 那其实通过这个法令以后呢 创新网路事业 在美国 如雨后春损 各项网路事业的 引手大增 这是FCE的报告 大家可以上网看 好 那我这边就带一下了 我们NCC 长官做的 这个统计 ISP的 XP的 统计 那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国内有这个 我们主要的 最主要的Twix 它的流量 然后这边是TPX的流量 那所以 其实我们TPX的流量 已经到73G了 34个Member 然后100G的Port 也有新的客户 已经在 正在工装中 那我们TPX在台湾的角色 大概就是串联 这个 比较小型的业者 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们的前三大就是 母公司中华电信 还有台湾大远船 也都没有加入TPX 那所以我们看一下 有一句话 这句话 这是最后一页 No Peering No Internet 大家想想看 如果没有Peering 没有一个开放环境的话 大家的Internet 会是健全的吗 那第二个是 iX其实是 Home to Public Peering Public Peering 最主要就是 要在iX裡面發生 那Peering 一般都是免费 那Private Peering 通常都 跟iX沒關係 因为其实那都是互跳 如果四方把 那个Private Peering 的流量加起来 可能超破梯啊 对 然后iX的 这个 然后iX呢 就是在裡面 是主要只有 Open跟Select 这两种Policy 那主要的iXP 在台湾都不愿意加入 就前三道不愿意加入iX 因为 所以实际上 我相信啦 他们通通想要卖 Trancy 或是想要卖Peering 而且呢 Customer User Experience 的Performance 并不是觉得 因为 剛剛市场统计嘛 大家都不会complain嘛 蠻不错的 很好的消费者 另外还有些本位主力 就是不愿意為重力iX抬轎 还有就是 大鱼 只想大鱼吃小鱼 因为 其实iX之前有个议题 你知道他在要求要什么免费 但是我觉得 只要求中华店免费 这其实 是不合理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远传台会大 同样的收费机制 来对于小鱼 吃小鱼啊 所以大家都一样 那 或是呢 还有些人是自己想做iX 或是不想做也丢不掉 还有也台湾也没有 类似美国open internet funding 所以 这个其实都造成了什么 造成了台湾users 大家其实觉得不错啦 但是台湾的 那个网速的排名呢 这么多年来统计 一直都是第五名 好 远落后于韩国 然后 日本 香港 新加坡 难怪人家 在选择网路中心的时候 台湾都排在第五 不知道什么时候排得到 所以我觉得 推过 退步海多天空 或许给台湾一些创新的网路世界 在台湾一个落地机会 不然呢 大家都是网路外国人 好 谢谢 非常谢谢那个鲁鞋里的报告 那个有很多东西好像要讨论 等一下 我们先请处长来 来报告 谢谢郭处长 谢谢 指寅长 那个各位与台人 还有县长各位先进 大家好 那个接下来由我来报告 提打S的现况跟未来发展 感谢你刚刚鲁鞋里 事实上把整个 iS的背景跟定义 介绍得非常详尽 可以省 省去很多 所以接下来我会比较 快的来 来说明一下现在 提打S的状况 那其实很多人都在质疑说 提打S是 并不中立 其实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一般人把 iS跟P0 把它混为一谈 其实iS是相当单纯 对iS来讲 他只是提供一个 co-location 提供一个infa 提供各ISP 把他的 把他的服务放在 另外就是说 他在这样的infa里面 提供各业者之间的 互联交换信物 所以他主要是提供一个 Layer 2的一个 connection 所以包含像各业者之间的 multi-latering 多点互联 或是两两互联 都可以在iS之间来完成 那第二个原因是 主要是中华 中华过去是国营公司 事实上在 86年 那时候internet刚起来 所以对中华来讲 行政院NIA 也要求中华 为了国内的 网际网路的健全发展 事实上规划来建制 所谓的台湾 网路的交换中心 所以我们在 在接到这样的任务 事实上在86年底 马上就成立一个 TTS的交换中心 那目前台湾 目前有四个业者 跟这如同 刚刚执行长谈的 现在主要大的 还是TTS跟TPAS 就刚刚那个鲁鞋里 跟中华在东敏林这边 那当然这个 这个有iS跟没有iS 刚刚那个鲁鞋里也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这边不再赘述 那另外 另外一个是互联 其实刚刚提的iS 主要就是提供一个因法 让所有的业者 可以在这边做迅误交换 那业者之间 他可以根据他的需要 不管是要多点互联 就我们这边所谓的POPP 这里就POPP 所以业者之间可以做自行协商做多点互联 那另外一个是POPP 那这边就是两养业者 就所谓的Bilitary的PLink 那这边可以透过协商 然后建立一个Close Connect 那当然这个PLink 要收钱不收钱 完全是按照市场的机制 跟业者之间的彼此的协商的机制 那在 所以iS跟HiNet 大家可以把它拆开是两件事 iS是提供一个in法 提供业者来做 那HiNet当然是中华目前是经营 所以对HiNet也是其中的ISP 包含其他的业者 行情 由过去的美妹314 降到美妹170 大概是5.5 大概是5.5的 那另外这目前 这个是简单的一个 的讯物的状况 还有服务的项目 就包含中华跟TBI 所以这边大家可以看出 事实上 对iS来讲都提供一个互联服务 co-location 这刚才 那另外就是一个固网境线 其实这很重要 就我刚讲所谓中立型 是事实上针对于不同的固网 都可以来 来接接到IS 那另外就转讯服务 那在IS部 在TDAIS 这边并没有提供 所谓的转讯服务 在HiNet有 但是在IS是没有 那这边是现在目前的讯物状况 以TDAIS目前大概是152G 那TBI 大概是58 亚太电信是78 那目前红眼大概是应该是 是已经没有再继续再弄 那这边是针对每个讯物的 平均讯物来看 那另外这个刚才也提到 这个是目前我们的 TDAIS的一些统计资料 目前会员数26加 那这个再接接到这个 Layer2的Switch上面 大概是95G 那整整体交换讯物是152 那整个固网境线的频宽 大概358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 这个其实在IS的建置 事实上是非常充分的 这个是刚刚提到的26加 但主要的4加 那目前主要的讯物是集中在前四大 包含像HiNet 像台湾固网 新世界之通 亚太线上跟四方 还有中加 那事实上 主要的四大事实上 就已经占了96% 那剩下其他大概是4%左右 那这个是一个 大概的网路架构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是一个Layer2的Connection 那事实上 所有的ISP都可以透过不同的固网境线 然后进到这IS去做讯物交换 那可以透过 刚刚提到所谓多点互联 或是说两养对联的方式 来进行交换讯物 那这个是目前的讯物 那这个是我们目前在固网境线部分 350 事实上在国内的固网 事实上都有在IS这边境线 这个是简单的说明 因为那个之前那个 主办单位有提一些议题 所以我也大概针对一些议题 来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所以我后面 这个跟刚才那个主持人 那个不太一样 那是事先给我们的一些议题 那就是说之前有提到 就是说台湾的ISP信物 是不是都会从国外在烙 这个当然跟价格跟ISP的商业考量 可能有关系 但以目前来讲我们在四月份 抱歉 就在四月份降价之后 目前现在的ISP事实上根本 就不需要去从国外烙 直接在国内IS交换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烙进国外的议题 目前来讲是没有这个议题 另外有提到一个就是说 如何吸引ICP跟吸电业者 其实就是content业者 content业者目前 根据他们的business的model 跟他自己的考量 他会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他会 他会透过IS 透过IS去做讯物交换 那比较常见的 其实会透过IDC 大家可以看到说 在IS这边当然就会 他会有 他主要的就是 他希望把他的议物量冲高 那冲高的方式 当然就是用CP业者去吸引 如果说以目前在台湾IS TIDAIS的来看 事实上各业之间 譬如说远传跟台客大 到IS来交换的议物 大概10%不到 大概10%到10%左右 所以大家知道说 在ISP之的议物 事实上并不高 大家会来做交换 主要是看内容 看内容在哪里 所以会吸引 所以用content业者来吸引 业者进驟 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可能的方向 当然这样的IS 就必须要提供一些跨去 或甚至跨国的一些 连线交换 那对content业者 就可以大幅借降它的成本 那另外一种方式 他是IDC 就content业者事实上 他进驟到这个IDC 事实上他可以得到很多的服务 一般的像国 像国际的大的 大的IDC业者 像Ignis 像Mega 事实上都有这样的服务 他会提供IS服务 直接在IDC裡面 就会让客户直接来交换 那另外一个 他也会提供一个云端 直接在IDC的 collocation机房 就可以来完成他的企业 把他的content 就放在他的云端的服务 那另外一个 他一定会提供一个 跨区跨国的一个交换 那另外就是说 他也会提供一个全球 一致化的规格 所以 大部分的content业者 不管是放在哪里 事实上都是用 一致化的规格 来去deploy 那另外当然是海南境线 除了刚刚讲 固往境线 就是要跨国会有海南境线 这个是对content业者 他的考量点 当然 这个小型的content业者 他会透过IS 或透过IDC的业者 去把他的讯物 去做交换 但是比较大的业者 比较大的content业者 譬如说 像我们讲Netflix 或Google 像Facebook 他慢慢都 都会用几种方式 这边来说明一下 一开始 他本身没有自建CDN的时候 他这时候 他会透过所谓的public CDN 譬如说像Akama 他会透过Akama去 去把他deliver訊物 到ISP 就从所谓的first mile 到last mile 中间会透过一个middle mile的业者 去帝送 那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 他会自己去建所谓的cash 来去节省所谓的国际 Bad Bond的频宽成本 所以这个时候的Bad Bond的业者 跟Blovin业者 事实上就是 就是一个downpipe 那在进阶的时候 事实上可能他会把 因为对客户来讲 透过这么远程 去deliver訊物 事实上他的品质 还是不好 所以基本上 大部分的 现在的内容业者 都会把他的cash 直接让客户就近存去 就是越靠近客户越好 所以基本上到了第三阶段 他会把他的cash 直接布放在 在 ISP的 其实严格讲 这应该是到ISP的POP 就是最靠近客户 可以 可以增加他的 存取的品质 那对 对ISP业者 也会降低他的 连外成本 所以基本上 这个是对content业者 对ISP 大概都是双赢的 那再进一步的话 可能对 content业者到第四阶段的时候 他会把中间这个 middle mile 他也 bypass掉 所以 我要提的就是说 基本上对 content业者来讲 事实上他会依据他的考量 商业考量 跟目前的 技术的演进 他会有他自己的 自己的 布放的 方式 这是大概 大概简单的 就是针对这些问题 先做简单的说明 OK 好谢谢 我们非常谢谢 那个郭处长的 的报告 那那个 雖然那个 像CDN业者 或怎么样的话 其实我们未来整个环境 要怎么样 能够更多的吸引 这些 像刚刚讲到说 像Netflix 或怎么样的话 这个叫做 有个名字叫 Flatten OF的Internet 把 把那个Internet 过去的那个 好几个hierarchy 那个架构 把他压扁就对了 对 就变成 CDN大 CDN的自己自建 infrastructure 对不对 push到那个eyeball 就是end user 那边去的这样 这个也是 impact会非常大 对 对整个Internet的架构来讲 会有非常大的 深远的影响 我们接下来先请 那个白总 来报告一下 我们点这个 呃 大家好 呃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今天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各自有各自的背景 在想什么 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所以我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不像 中华电信 或者是四方都没有名 介绍一下 呃 我们公司 但是其实是 主要的业务是在比较做跨国性的服务 呃 那岛内只是我们的其中的一环 但是 呃 我们自己本身呢 在古早的时候 其实是ISP 那在2000年之前 1990年代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 跟一些 呃 业界 比较规模 中小型的ISP 我们RUN的一个Peering Center 叫做 台湾Internet Peering Organization 那 那 不过那是时代的产物 很快其实就消失了 那 那 然后后来我们其实就比较专心 在做云端的服务 那刚刚讲到的Arkma 那就是 我们的一个国际的合作伙伴 所以我们从2002年开始 然后后续 其实我们跟Arkma 有很多的合作 包含 一些国内的 呃 比较大型的客户 像HTC 或华硕 然后 电子商务 像常磐航空 那大家听到这些名字都会了解 他们其实 主要的营收其实在海外 国内 了不起占个10%吧 所以 呃 10% 对 常磐航空除外 那如果是这些 电子公司的话 国内的营收 或者是国内的 呃 讯物 data量 大概都占不到5% 那这是我们 比较看事情的方法 除了看全球 我们也看台湾 那 呃 然后后来我们有一些 跨云端平台的服务的 的一些技术 导入到国内 那 这是我们自己的背景 所以 当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 呃 我们会 比较思考说 他不是只有在台湾岛里头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会看一些 呃 呃 台湾这个地方跟附近周遭的国家 呃 他们这些互联的状况 呃 那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正好可以从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台湾的 那正好以前 呃 呃 我们自己又 主导过成立一个小型的 拼命 center 所以 有这两方的看法 那 呃 呃 我先用我们的平台里头的一些资料 来跟大家看 台湾的一个状况 那因为刚刚大家说 这个题目其实本身就是比较 比较专业 所以很多人会没有感觉 那我用这个例子可能大家就感觉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内容 这个资料 他其实是 用一种比较新的技术叫做 Real User Monitoring RIUM的技术去 量测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是 一个国内的 Lifestyle的 Retail Retailer 他们的网站 那 所有的使用者 连上去的时候的服务的品质 那讲到这个品质 大家就会比较会感觉 就像刚刚 Vincent说到 早上 download download不下来 那时候你会有感觉 跟消费者 开始有感觉的地方是这里 那对于content业者 开始有感觉的是这里 因为很多时候 消费者你们会打电话去 你可能会打电话到那服务业者 或者你会转台 说我去另外一家 那这里头看到什么呢 嗯 我们挑了几个 第一个 纵轴是 看这个网页所需要花的时间 那么这边是5秒 10秒 15秒 20秒 那横轴是日期 所以我抓了两个月 从2月到5月底 所以这不是只发生一天或两天 或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 一个比较纵观的情况 然后我抓了就是刚刚所说的 台湾的三大的固网 中华电信 新世界直通 还有台湾固网 三个不同的颜色 那所以绿色的这条线 是中华电信 然后 这个 紫色这条线 或者蓝色这条线 变动比较大的 是新世界直通 然后红色这条线 是台湾固网 那所以 所以当你是一个消费者的时候 你的感受就是 对不起我刚刚忘记补充说 这个代表说 使用者所在的ISP 是这样解读 所以如果你是在中华电信的话 你在上这个网站的时候 你会觉得差不多 速度都差不多 然后你红线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有时候 可能这时候是平常的 两倍的时间 那如果你是这个蓝色的话 你可能就会有四倍的时间 在这个时候 那这时候可能就是 你开始不满意的时候 因为 昨天还好好 今天怎么变这样 我上一个小时 还好好下一个小时 怎么变这样 那这个就是 我们在讲的 这个IX议题的 在对content业者 对消费者 最后感受到的事情 那这页把这个图放更大 大家如果刚刚没有看清楚的数字 现在可以看清楚一点 那 当大家看这些数字之后 你就开始会有感觉 所以这个议题原来跟我有关 或者是跟content业者有关 那 现在大家讲 multi stakeholder 的这种 参与 那 消费者当然是 这整个环节里头 非常重要的一环 如果没有消费者支持 所有的business都不用讲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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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一个homework 那大家就不用在这里采 不过回去可以想一想 那请问 这家content业者 这家这个 我刚才说的lifestyle的retailer 他的 机器放在哪一家固 所以这个影响很明显 好那 回过头来我讲几个 简单的议题 就是 我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我们在想什么 因为 我不是RSP 我以前是RSP 但我现在不是 那我的客户大部分都是 他有很重的内容 所以他才需要CDM 或者是 多云端的这种 这种架构 这种服务 我们把它解决什么 我们把它解决 你的客户跟你抱怨 我们把它解决 你发现你的基础建设 吃掉你太多的费用 所以你的service 发展不起来 因为你没钱了嘛 烧钱烧完了 我们都能解决这种问题 所以 他们就会告诉我们 这种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 但是 这件事情 回头再想一想 你知道好像 好像 这一道但是还是要 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 其实大家想一想都知道 但是下一个 我觉得台湾 大家 一般人的直觉反应 我 我却不这么以为然 就是说 那 嗯 有这种问题 所以我们就说 诶 那个 请国家政府 立法委员 或者是NCC 或者所谓的主管机构 出来 请你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那这件事情 就有解决问题吗 其实 我个人不这么想 因为 我们从十几年前 将近二十年前 开始 这种 一路上 我们还是在这个行业里头 所以我们会从旁边看 所以 政府 政府有一些要求之后 你有了 一个 主要 PEERING CENTER 或IX 但是你到最后 你还是需要有PEERING 所以 到最后 我们的客户 他实际上 对于他在这里的营运 他所要付出代价 以及他所 要做的竞争 商业竞争 他还是感觉到非常吃力 从这角度来讲 我觉得 二十年过了 这件事情的本质 改变没有很大 但是 如果说 就诉求 一个最简单的诉求 我请 这个包青天大人 然后 把这个问题摆平呢 我不这么觉得 是因为 其实 很多时候 这个事情复杂在说 那 如果有包青天来做的时候 往往他会变成说 其他的PEER 他可能会减少 他该有的投资 那这样子我就 好 我因为投资不好 所以 或者我因为怎么样 我没有办法说 抓到客人 所以 我请包青天帮我主持 然后 我就可以省一点投资 我就直接搭便车 这种事情 在行业里头 也是发生的 所以 从这一点来讲 我 我们个人 反而比较觉得是 这件事情 你把 你把Stakeholder找出来 你把那些 Pro and come 讨论清楚 然后 那个讨论的过程 跟决策过程 透明清晰一点 我觉得 这是比较可行的方法 而不是有一个简单 直接的解决方式 那 刚刚讲到说 台湾的 费用成本高 那 对我们的客户来讲 这件事情是很明显的 那 那怎么办呢 那 对于 他们来说 其实 他就不断的挣扎 因为其实 网路服务是这样子的 台湾的网路服务业者 你说要真的 算得上号人物的 不多 大部分都是 你做一做 然后被外国业者打死 或者自己撑不下去 因为你花很多钱 除了 除了你要 买品款很多钱之外 还有你的商业模式等等的 所以他们很痛苦 那这个痛苦呢 进一步 从我们 不只在岛内的时候 我们看到 刚才有说到说 那个在 境外的迅误交换这件事情 那事实上20年前 我们就开始做过这种事情了 那 那是 那是双输嘛 你国内搞不定 你就从国外来 那 所以 这里所显示的就是 一直 一直到现在 只是现在形式改变 以前是ISP 说我国内搞不定 我就国外交换 那看看 谁抱怨谁 刚刚就说 那个 谁需要谁这件事情 那现在变成说 下一个问题变成说 这件事情 除了让ISP的cost增加之外 它 还因为 国内的云端平台本来就弱 而雪上加霜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座有人是 新创业者 或者是内容提供业者的吗 有 好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请问 你们有使用云端平台吗 再问一个问题 那个平台云台 是国内的吗 对 所以 OK 好 你的 你的例子比较特别 对 因为台湾 其实 就周遭来讲 做国内生意的还是比较多 那您当然是这个国外 往世界拿冠军的这个 我们未来的希望 好 那我想 我想讲这一点是说 因为平台的关系 因为成本的关系 我发现很多的客户 其实就直接把东西拿到国外去了 然后再从国外打回来 以前是ISP在做这件事情 现在是 content provider自己选择这件事情 那 那 我说 拿到国内呢 拿到国内做什么 比较快 又比较不好用 那 那这是为什么呢 所以 这是他们很自然的商业选择 那 只是 对 然后 这个问题 他的 他最后就变成说 如果说 营运的成本升高之后 最后是谁需收 那可能是 全民嘛 因为所有的 付给这些ISP的业者 必须能够支持他的生存 所以所有的ISP的cost就变成全民的cost 就变成 他的客户 比如说 content provider的cost 那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 我看不出来 台湾在鼓励这些新创业者的时候 他要 就是 这些新创业者是两头烧 那 不晓得 还有没有所谓的 台湾XX中心这件事情 我们20年前就有听到这个 那 不小心还有没有在讲这件事 但是对我们的客户来说 其实他们的频宽成本 比如说是 OTT 业者他除了内容成本以外 最高的成本 这个是我们看到一些问题 那我不能说我今天是带 solution来的 但是 身为工程师我 我第一个会想到的是 那 有没有什么方法在现阶段 就对台湾的业者造成一些帮助 那 我提一个概念 就是说 因为我们不断的在跟国外的这种 新的 新技术的业者合作 所以我们在看 我们现在的看法是说 如果你是content业者 在这个态势没有解决之前 那我也觉得在这个态势 台湾短期之内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因为已经过了十几年了嘛 那我们的建议是说 或许你最好的考虑是 你除了在本地有一个Origin之外 刚刚说这个做世界生意的这个除外 如果你主要的生意是在台湾的话 你可能最好的方法是 用本地的Origin 再加一个云端 简单的就是CDM 或者你是 什么样子的国际性的Cloud也OK 那为什么呢 我说一下 假设这是你自己本身的基础建设 你有一个设定的容量 那问题是这条线还是这条线 如果是这条线的话 你的问题是 当你做一个促销 或者是一个新的活动的时候 你会Crash 你会有流失客户 那如果是这条线的话 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一天 你可能还没到这一天 你钱就烧完了 所以你也不会遇到这一天 那两件事情都不好 所以 以现在的技术来讲 其实你已经可以做到的是 你应该 保持你自己的基础建设在这条线 尽量把它用掉 这样你的成本会降低 而当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应该充分利用云端的技术 来吸收这段的用量 那这是 这一段就是你的 可能跟你原来 你本来一个月可能是200万 那你正好省向300万 那这样子你会活比较久 所以 希望 这种概念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助 因为 我不认为我在这里讲一讲 iX这个议题 或大家 content provider痛苦 就会瞬间消失 我认为 相反的我认为那件事情 还要一段时间 那今天大家回去做怎么办 或许你可以想办法 降低你自己的成本 活久一点 看到iX 比较健康的那一天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都希望iX的未来比较健康 接下来我们请那个程处长 来 来 發表一下他的看法 好 代表 公部门来 基本上就是 听听大家的意见 然后 我 来 表 表达一下 我们在过去 对iX的一些 处理的方式 也就是说 从NCC角度来看 对于 iX的部分 我们在技术可行 跟经济有效 跟 安全管制上都扮演 重要的 关键的角色 那 因应 未来在 整个国内 跟国际的数据流量 那 NCC 应该就从 电信管理法的 监理架构 跟逻辑下面 以国内市场环境 跟法令的 规章为基础 那也参考 国际的发展趋势 对我国的iX 要有通盘的具体了解 跟相关的规划 我想这个部分是 通常会在4月份 对内部的相关的目凉 要求要做这方面的设备 那 从整个 大环境的部分 也就 从Cisco 我想这个是Cisco的一些 从 CAGR的部分 也就 複合年增长率大概在百分之二十二 那其中非个人电脑设备的IP 迅务量大概会增加百分之七十一 我想这个部分 其实整个大环境都已经 增加 那我们怎么去 从NCC的角度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那对于整个 在Internet的互联的环境里面有六个主要的 当然 我们看一下iX的部分 它的 角色的部分 其实 除了 iX本身 还有 还有 Content Provider 还有Transit Provider 另外一个就是Subscriber的部分 那这当中 重点在于 整个网机网路的生态当中 刚刚提到的一个重点 iX的价值是在于 本身 它降低了各个 iX之间的 传输的成本 第二个部分 在于保持 本地的讯物 在地的 delay的时间 比较短 也就是为什么在Collection 会有这方面的需求 那Content Provider 为什么需要跟 相关的 要做Collection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较佳的网路控制性跟自主性 在这当中 形成了一个产业的 那个网路的聚落 我想这个部分 为什么很多地方 需要 刚刚 白总经理提到了 为什么是中华 为什么是四方 聚落性的行程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提高整个 国内网机网路的 一个稳定性 我想这个是 目前 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 这当中 过去 我们曾经在 整个运作的过程当中 ISP之间有一些纷争 那当然 主要还是中华联系 那 在 跟 接下来的这个部分 因为前面三位 已经提过了 我就很快跳过去 也就是说 Peeling的角色 Public Peeling的部分 还有就是整个 Transit的部分 也就是说 这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 在Transit 现况 比较 国内的 国内的业者 比较少去做Transit 原因是在于 过去 曾经 产生过纷争 就在2009年4月的时候 台湾固网 曾经 就讲说 他不付钱 就是按照 他把相关的费用提存在 法院 那中华电信依照合约 就把他 做Blocking的动作 那 当天晚上 那我们就到 中华电信的机房 到台湖 三重湯城的机房 那去做整个Muritan 有没有损害消费者权益 我想 在这个过去 在产生的 从 Memega 3000块 在那个事件发生之后 降到1480 我想这个部分实际上 在 有一些会议的讨论 花了11次的会议 中华电信在这当中 是 几乎是 切 挤牙膏的方式在处理 請問有签出 不是他声明書嗎 是公开的事实啊 沒有 我只是以一个政府官员 讲中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 对的 这是我亲自组织的 我这个部分我对 我刚刚所讲的话 负全责 因为这是我亲自主持的 11次会议的 那这当中很清楚 降到 170块 那这个部分是比较符合 在国际 Transit的一些 那我们在这当中也要求 中华电信 在往后每一年 要去比照相近的亚洲的 国家的 这个 相关的费用做适当的调整 那这个 三大的 iX的那个客户的训物的部分 请大家参考 我想这个部分 从刚刚的叙述的过程当中 谈到 NCC也在关注这个议题 从网路治理的部分 我们也在启动内部的训练 当然 在座两位前辈 黄博士跟吴博士都 帮助NCC非常多 因为这个部分 我们是全员训练 NCC所有的成员都要 对网路治理这个相关的训练 都要从一级主管开始 那 iX发展日益的部分 我想这个是跟 整个政府政策 BIGPLUS的部分 我想这个我就 不再赘述 那希望把这个时间 贡献给大家 大家来讨论 以上 谢谢 我们那个时间已经到了 下一场在standby 不过那个 从现在开始我们是不是 也有几个问题 可以如果 愿意有问题的话 可以到前面来 表达问题 好不好 我们现在开放问题 请 我是个人代表 但是在网路产业 禁营多年 当初刚开始 搏接时代也曾经 差不多 对 那我想请教一下NCC 有没有可能对国内固王法规做 比较松散的开放 因为之前 释放电讯的火灾案件 造成 台湾对外海南几乎八成死掉 因为他必须要停电 对 但是 其实 我之前在中部有做过类似博弈业 就是有点灰色 我不知道方便说 对 那在香港呢 基本上香港所有的机房 都是电信中立机房 对 在香港所有的data center 都是电信中立机房 基本上香港所有的业者 也都是互相批率 而且他们没有外资持股限制 对 是不是在法规上面 可不可以把这个东西松绑一下 不要说这么高 然后上岸的点数 不要说这么少 对 可不可以2点3点 不要说 外资在台湾开海南公司 他的那个分公司 本地分公司的时候 他有限制陷入上岸的距离 或者是连接点数 这件事情 其实在四方的大火之后 这个事情非常的严重 那我把整个香港的电讯法规 跟台湾的电讯法规看完了 我发觉这是非常大的漏洞 台湾 台湾的海南对外连接 解点数的少的原因 其实不是因为说 IS少 而是因为上岸点数 能用的少 对 所以这个部分 你没有解决 你今天做几个IS 都没有用 因为第一个没有电信中立机房 第二个没有上岸点 上岸点不够多 那我全部进到中华电信 那中华电信 死了也是不有问题 非常谢谢 我们先不要回答 我们现在先call问题 因为问题 有问题 有问题比较重要 然后看看怎么样 再来 有些问题 有问题 我有另外一个建议 其实我已经跟NCD 通常我也讲过 在今天我们台湾 RX还没有解决之前 还有几个东西 其实应该要解决的 比如说我最近常常在讲的 台湾协数网路跟GSN 为什么不能够把它认定 为一个ISP业者 因为目前为止 这个协数网路到目前为止 还号称叫做实验网路 而且它不是一个ISP业者 那所以它实际上 你说它是不是 是个什么东西 但是不要忘记了 协数网路的user 将近有三四百万 这么大的user 那你假设要跟它做 随便讲 你要跟它做peeling 大家都知道 现在要跟协数网路做peeling 按照协数网路的按规 就要到中研院去做peeling 那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IS最重要的目的 其实是要为了 网路的流量有效化 那你既然假设你从南部 台南跟高雄要做 网路的流通 communication的时候 还要跑到中研院来 这个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觉得这个 也要一并去处理 就是我们目前的协数网路跟GSN 好 黄山雄 APNIC的董事 那我觉得今天的问题 应该不是讨论IS 应该倒回来讨论就是说 政府需不需要介入 如果是市场机制 基本上没有什么 政府需要介入的事情 因为市场自己会evolve 觉得有哪些部分 市场可以自己找出一个出路 那今天如果换另外一个题目 政府在这个议题上要不要介入 我想这个就有蛮大讨论空间 我简单介绍到这里 谢谢 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其他问题 没有的话 那我们请 从这边过来简单结论 好,很快 第一个,海岸登陆我分享 因为我们也蠻清楚海岸架构 其实现在海岸在那个 就是Landing以后的Pubside 其实已经分散了 当然也是因为我们那个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然后他们分散 其实我们之前也鼓励他们分散 但他们要不要分散呢 他们一定成本考量 他们也不想分散 后来被逼的就是应该要分散 所以他们也分散 但是Landing的点 的确没分散 那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政策 或法规上可以 可以开通 这我觉得是可以讨论 也满赞成的 第二个是 那个学网的部分 学网这个 我觉得视为ISB 的确他是非常非常非常适合 但是他是不是 其实他是不是要取得执照 或什么 ISB就有ISB相关的法令 好 那这个东西 这学网愿不愿意呢 但多点互联这件事情 我觉得 真的是应该 就是要在 不是只有多个单一网路 因为学网不是只有中文院 那透过其他地方来做互联 不然就是 就像刚刚那个 吴主讲的 就真的会常常发生 这个bottleneck 然后第三个是政府应该 这个我想还是有政府 来回答 我不敢讲 但是呢 我再回到那个 刚刚 我们 处长提到一个地方 刚刚那个170块 我刚听到那个 处长提到说 这170块是 符合国际Trancy 行情 但我想提醒各位 这个170块是Private Peering 是Direct Peering 是High Net Only的价钱 不是Trancy价 国际的Trancy价钱 现在已经降到0点几块 然后呢 那个Private Peering 我刚刚讲的Peering一般都免费 不过当然有例外 我们绝对也是 也是尊重市场机制的 谢谢 我就对那个政府是否介入这一点 表达我的意见 我个人是觉得介入是需要的 因为政府 不管怎么样 他在政策上 他会Promote某些东西 譬如说 新创事业 Innovation 新的business model 等等 Deregulation这些事情 这有他的角色 但是商业这一部分 我会比较赞成 我刚刚说的 比较透通性的讨论 那 现在世界不一样了 所以很多事情 你 湘民是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智慧的 那你东西如果敢讲 你要是想隐瞒什么 就会有另外一个人去戳你 我比较相信这个机制 我比较不相信 闭门的諮商跟 就是单一带有为的政府 我从另外一个观点做简单的结语 就说 这基本上 其实不管是IS 不管是P10 不管是网络中医信 事实上都有一个与时俱进 所以在过去的状况 跟现在的状况 其实随时在演进 像我刚才提到说 从first mile到last mile 到middle mile 原来从end user来看 中间有CP 有content years 现在有IDC 还有所谓的CDN 甚至ISP跟IS 但是慢慢你会发觉 ISP跟IS 事实上角色慢慢四围 其实从我们中华的信物来看 其实我像其他业者也是一样 百分之七十几 竟然都变大 国际大的CP业者 他大概 大概几乎都是他的 所以变得是说 可能未来要去考量就是说 到底从CP业者的角度来看 到底因为CP 就刚刚这个白总也提到 CP他会找出他最适合他的路 那这条路到底是要怎么样 我觉得不管是业者 不管是 官方或政府单位或 可能大家要去找 找出一个最适合的路 现在好像接到TOS 的话 那个 那应该要做的 对 就是说 刚刚提到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除了原来的ISP 可能就是会放宽 还有其他的内容业者 事实上都可以进入 但是我还是提到说 内容业者他会找出他 他自己的路 跟 刚刚有几个 跟通常会有关的 第一个就是过往管理规则的这一块 基本上 在本岛 在台湾本岛有四个海南登陆站 那这个分散的部分 当然 因为四方的关系 我们增加了一个海南内陆的登陆站 因为毕竟 海南业者 是第一类的电信业者 那 那现有的电信法的规范就是这样子 我想这个部分 除非 你把海南业者 不当成 第一类电信业者 那当然就可以 变成第二类 我想 法规的终绑绝对 要去与实际基金去办理 刚刚我提到的那个 统计数字的部分 其实是一个区域性的参考 我想这个部分 卢兄如果可以提供相关的 更global的 我相信 我很可以做参考 那 同样的对于170块 NCE满意了吗 没有 绝对不会 也就是说还要明年 还要针对这个还去做做检讨 我想这个部分 那另外 黄博士跟吴博士所提的这两个问题 我相信在很多场合已经 都让NCE听到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会去 在适当的 内部的 沿西的部分 都把它拿进去 那 另外有一个议题 也就是说CDN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在 suppose 一个 content业者 加一个IDC 再加一个可以拥有海南平宽非常大的 请问 他对国内的 影响是什么 同样的 丢给大家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内部 有去想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是不是一个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 对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因为时间已经超过十五分钟了 那 我 我觉得这个议题 其实是 就刚刚 白总讲的一样 其实是跟每一个人都非常有关系 也应该有感觉 然后对成本 上网成本 跟ICP的业者的成本 还有对整个国家 未来的这个整个发展都非常重要 那我们未来可能需要更多的机会跟时间 包括在像白总讲一样 有些流程能够透明 能够有多一点对话 然后有一个user的这种 这种额位你是能够增加 然后可能可以有一个更良善的 iX的发展环境 好不好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